另外,涉嫌在能吉里周一席补选中发表煽动言论的前首相丹斯李慕尤丁 今早申请这宗案件从化妄生地庭移交到戈打巴鲁高庭省里 以便他可以挑战煽动法违反宪法 慕尤丁的代表律师阿米韩扎表明 他们申请案件移交给高庭的理由 包括了要挑战1948年煽动法令第三及四条文 是否与联邦宪法第十条文相比处 因为这些条文可能会限制和剥夺言论自由 让国人无法分享个人经历、陈述事实还有表达意见 而且这宗案件还涉及了在联邦宪法下 国家元首的角色以及首相的任命程序 地庭法官尼克·塔米兹随后就责定案件 明年1月15号过堂 慕尤丁被控抵触了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之B条文 发表任何煽动言论罪名 一旦罪成,他可被判处最高5000令吉罚款 或最高三年监禁或两者监失 在此前有点准备 145月19日 一旦罪成,他可被判复发生 禁忌警 连判复判案件 本人罪成,他可被判复发生 判复案件 一旦罪成,我可被判复发生 判复案件 一旦罪成,我可被判复案件 一旦罪成,我可被判复案件 约罪成,我可被判复案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